喜树国小位在台南市郊区部落 这里的家庭成员多为劳工朋友 以单亲家庭隔带教养与新著名居多 家长们平常尽其所能地提供孩子一般生活照顾 但很难帮助学生课后指导的需求 也可以说是比较属于稍微文化不利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在教学上 我们要去针对这些孩子去做一些成长上 或是学习上的一些提升 我们很快的玩一次 你们想要几张牌 九张 十张 学校对于学习英文数学 比较容易产生排斥感的学童 用生活化的上课方式 结合有趣的游戏 跳脱传统书本或题目的框架 来增加他们的学习动机 并且养成同侪兼互助学习的习惯 就是在我小时候我也是一样 就是我也很讨厌数学 所以我知道他们的心情就是 然后又要写考卷 就是可是我只要看到有一只东西 我老师拿东西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很喜欢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什么 然后就会很努力去学 把它学好 然后把它玩起来 然后引别人这样子 所以我设计的课程会比较偏向 可以让大家都参与到 就是虽然说可能上台做题目只有一个人 可是台下的同学可以帮忙自己的组员 就是说你那边可以写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有一个互助的过程 Is it hands or your feet? Is it hands? Hands? Hands OK I got you 你跟我发你发脸了 英文不应该是看着书念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 他来的时候他是开心的 比如说 Good evening 我是Good afternoon teacher 进来的时候就习惯性的 Oh Hi teacher 这种 这是我最大的目标 就是他进来上课的时候 他是开心的 然后期待下一次的课 会让我感到兴趣 想学习英文 是因为说他会以一些 比较有趣的方式 来介绍这个课程 跟去说这个英文 所以比较不会让我们 遇到外国人的时候那么的紧张 民间的机构 台南市幸福城市发展协会 也投入支持学校教育 除了加强辅导英文 和数学的学习外 未来更要改变现有的 大班教学模式 推广一对少的教育方式 那如果一对二的话 就只要针对这两个孩子 他的弱点在哪里 然后找出两个弱点 差不多的孩子 进行这样的课程教学 在学习上辅助这些孩子的 专注力跟他的学习成长度 会比大班来的教学 效果来的好 走在教育的路上 特别针对弱势的孩子 只要看到学生 学习上的成长和快乐 也就成为洗漱国小 老师们最大的动力 教学习上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啦啦啦啦啦